這次我們來介紹另外一種計算極數的方法 這次我們用這個網站的數學式的方式 數學的語法的方式來計算 那我們現在假設說要做課本裡面的SIGMA K K從1到N 我們可以這樣輸入 我們可以輸入SUM 然後中括號 這時候K 那K從1到N呢 我們可以用大括號 然後打K從1到N 這次都不需要寫英文 我們只要用豆號格開就好了 那這時候按Enter 那同樣的 經過幾秒鐘 資料就從這個伺服器那邊送回來 所以我們就可以很快看到SIGMA K的答案 那當然呢 在課本立體5裡面 第二個小題它要算2K-1 所以我們在這邊只要改2K-1 那麼K的範圍一樣從1到N 所以不用改它 我們改完之後一樣按Enter OK好 所以很快它就計算完畢了 那麼這時候呢 它也會送回標準答案 N平方 所以我們在計算極數的時候呢 這個地方 你可以改成自己任意的這個數列的定義 它就可以幫我們算出來了